大家好,我是胡铭心 那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将去给大家介绍 Jungle的Admin的一个使用 那Admin的话呢 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已经使用过 那它是一个Jungle自带的一个后台APP 它是一个APP 那它提供了一些后台的一个管理功能 管理功能 那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其实有去使用到这个Admin.py 大家还记得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Admin.py里面呢 去把我们的module对吧 注册到了Admin 注册到了Admin 那注册到Admin之后 我们可以去使用到这个管理的后台 使用到这个管理的后台 那这个管理的后台 还记得有些为什么显示的是中文 有的为什么显示成英文 对不对 这个大家应该能知道 在前面的课程有讲到 那比如说这个出版商 我们的这个注册到Admin之后 我们的相应的module就能在这个后台呢 进行一个管理 进行一个管理 OK 那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种注册的方式呢 算是一个默认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Admin 把我们的module注册到了Admin 但是在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Admin呢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后台的APP 它能够提供的功能呢 是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很方便 很快捷的去改变 比如说管理的界面 或者是我们要管理的字段 都可以去做一些改变 OK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来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Admin的后台 那首先我们要去认识的呢 是一个管理界面的定制类 那这个呢 叫moduleAdmin 它是管理界面的定制类 我们如果需要去扩展特定的 这个管理界面的时候 就需要从这个类去继承 去扩展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类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以出版商为例 出版商的这个module为例 那它现在呢 是默认的 默认的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式和界面 那比如说我进入到这里之后 就是这里之后 我希望把我的 这个列表里面显示的信息 不仅显示这个出版商的名字 我还希望把它的 把它的什么呢 我看一下有些什么字段 比如说我还希望把它的这个country 对吧 国家 省份和城市的信息显示出来 那我们怎么去做 好 那我们就需要去定义这个 管理类 那怎么去定义呢 我们自己去声明一个类 那这个类呢 比如说叫Publish 然后Admin 那但是这个类呢 是必须要求从我们的moduleAdmin去继承过来的 这个moduleAdmin呢 是所有这个后台管理类的一个机类啊 我们从它去继承扩展自己的这个管理类 那继承过来之后 那继承过来之后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一个list下滑线 display的一个属性去设置指定要显示的这段 好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属性呢 扩展一下 扩展一下 我们是希望去显示一个name对吧 那name的话就是出版商的名字 除了出版商的名字之外呢 还有国家 好吧 国家也放过来 好 然后 还有呢 省份 好 以及呢 城市 好 我们可以把这些要显示的 啊 要显示的这些内容 我们把它定义到这个list下滑线啊 那你现在去刷新啊 去刷新 好 这地方啊 还不行 好 为什么还不行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只是定义了这个管理的类 但是呢 这个类并没有注册到我的后台 对不对 注册到后台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有两种注册的方式 一种是呢 使用这个注册的方法 另外一个是使用注册的装饰器 好 都可以 那使用注册的方法 啊 注册的方法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register的这个方法后面 好 去写上我们的 这个管理类 啊 就我们在注册我们的module的时候啊 在admin里面注册module的时候 同时把管理类呢一起注册进去 那这样注册进去之后 然后再来刷新 好 再来刷新之后呢 你会看到 哎呀 我这个地方的名称啊 出版社的名称 国家 省份和城市都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好 当然这上面显示的这个英文 我们也可以改 对吧 好 这个要改的话 我们是在module里面去改就可以 好 module里面去改 我们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出版商的其他几个字段 对应的中文也给他加上啊 好 这是城市 好 这是 省份 好 这是 国家 这个是 网址 OK 好 我们都可以给他定义好 对不对 定义好 好 重新启动一下 好 定义好了之后 再来刷新一下 好 再来刷新一下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 对吧 好 就是我们一个想要的结果了 好 这是通过注册的方法去将它注册到我们的admin 那我们也可以不用这个方法 这句代码 我可以把它注释掉 那我也可以通过了 装饰器的方式 装饰器的方式 把我的这个module以及管理lane啊注册到管理后台啊就是我不用这个方法了啊注释掉了然后我换成了这个装饰器啊装饰器 那换成这样的一个装饰器上我们刷新啊结果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都能够显示出来对吧都能够显示出来 好这是它的一个注册的方法和我们要认识的这个管理界面的一个定制类啊管理的一个定制类 那还有一些常用的设置技巧啊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像list display对不对啊我们也可以拿去指定它搜索的字段啊比如说这个search啊发的 我们可以去指定我们可以去指定指定比如说我要按照name好我要按照name去搜索啊那我们去搜索好这地方报了一个错啊报错的话呢看到这样的报错信息啊那他说我们的这个 是一些files啊他必须是一个列表或者是一个原主对不对必须是一个列表原主啊我们我们的原主啊注意很多 同学在写原主的时候啊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我们写原主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原主里面他只有一个元素的话对不对我们必须要给他加上一个这个dow啊他 pison的解释器他才能够识别出来他是原主啊他是原主不然的话呢他是识别出来的啊 ok那我这样给他做了这样一个改变之后啊注意我去刷新 好看一下呢那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搜索框了看到没有多了一个搜索框那这个搜索框 嗯他是按照我的这个name之段哈也就是出版社的名称去搜索 所以我可以去搜索比如说 啊广东的出版社那我去搜索广东 那就能够检索出广东的这条记录对不对 好当然了这个地方的搜索条件你还可以指定多个啊比如说你除了 用出版社的名称去搜索还可以比如说用这个城市对吧好set啊 去进行搜索 set去进行搜索的话 比如说我们去搜索 啊搜索这个 合肥啊 搜索一下合肥 好那搜索到了呢就是城市为合肥的这个 好这个记录ok 好除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哈 像这个list field 啊list field 那这个list field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指定它的过滤条件啊 这个其实和搜索有一点类似 那比如说我要按照省份啊去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过滤条件啊 按照省份去做一个过滤条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feat看到没有 出现一个过滤条件啊 过滤条件啊 这个过滤条件其实就是把搜索条件呢给你 用另外一种表现方法啊 然后放到了网页上面啊 比如说我去点击北京 那他搜索出来的呢就是北京的相关的啊 省份是北京的出版社对吧 点击广东那就是省份是广东的 点击上海 省份是上海的对不对 好他其实还是相当于一个查询条件 只不过呢 他的表现形式变了 OK 还有呢排序啊排序 我们的这个列表的内容呢 我们也可以去指定排序的条件 比如说我按照啊 id去进行排序啊 应该默认的话 他就应该是用的id啊 id 那默认的就是id 只不过默认的应该是啊 如果没有加这句话呢 他默认应该是用id的降序去排列的 他默认的应该是用id的降序去排列 我给他加上一个id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变成一个以id去升序 然后以升序的方式去排列 所以你会看到统计大学排到了最后面 对吧 当然你这个地方要表示降序的话呢 也很简单 就前面加一个简号啊 这个和module里面的那个排序的规则是一样的 OK 好 这个排序 好 再比如啊 我们的编辑的表单 编辑的表单 我们可以去指定这个编辑的表单 当然编辑的表单在指定之前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他默认的啊 默认的是把所有的这个字段信息 对吧 都给你放到了这个编辑表单里面 那比如说我想定义这个编辑表单 我只想去编辑 比如说name和地址 address 我只想去编辑名称和地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去刷新 那你会看到呢 这编辑表单 那他就只有名称和地址 对不对 名称和地址 好 同样 和他有一个相反的 就是不需编辑的字段 byr字呢 是指定编辑的字段 这个呢 是指定不编辑的字段 那除开这个不编辑的 其他都是要编辑的 所以这两个条件正好是相反的 这两个设置正好是相反 所以我这个用include去设置的话呢 就编辑表单 他不会包含name和address 但是除开这两个之外 其他的都会包含 好 你会看到没有名称和地址 其他的四个字段都出来了 对不对 好 这是这个 好 还有像这个file的set 设置分组表单 设置分组表单 好 这个的话设置就比较长一点 我直接从这个官方的文档里面 去拷费一下例子 看一下在哪里 在这里 对吧 好 mod mod admin 还有file的set 好 我们可以去设置这个file的set 比如说他的官方的例子里面 他去设置 自端集 设置到之后的话 让他显示的一个效果 就类似于这样子 我在前面 是我要编辑的一些字段显示出来 那你如果是要进行一些高级的设置 那他的高级的设置呢 默认是隐藏的 你可以去点击 那把它展开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来改一下 好 我直接复制过来 好 直接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 好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定义 好 file的set 好 我如果是去编辑呢 默认的话呢 我是去编辑name和地址 adress 然后 他的高级的设置里面 这个折叠的形式 我就用他这个默认的 然后 这个file子 就是高级设置里面的其他的字段 我给他去编辑呢 像 看一下model set 还有了审份 好 country 还有website 好 那我这样去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编辑的界面 编辑的界面 这个include的呢 这个我先把它注视掉 好 我们看一下file的set 好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呢 这个file的set 它就默认显示的是名称地址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定义的时候 file子的话是定义的name和追视 那高级的设置里面 它默认是隐藏折叠起来的 那这个地方高级设置 看到没 我点击show 那就可以把下面隐藏的这些信息呢 显示出来 那我可以去编辑这些信息 好 我也可以把它隐藏 对吧 好 它是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体验的一种方式 好 这个是设置呢 分组的表单 设置分组的表单 OK 好 这里呢 给大家去介绍了admin的一些 比较基础的一些用法 比较基础的一些用法 好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去 给了一个官方的这个文档 关于admin的 好 你们可以呢 自己再去看一下 就像那个过滤器和那个标签一样 好 里面有很多的选项和设置 你们可以先通过这个文档去查看 用我的这个方法去学习 去了解这些用法 OK 那除开这一些基础的用法之外 还有一些更高级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要去定一个admin的action 比如说admin的action是什么 像这个地方的这个action 对吧 你要去指定它的这个动作 比如说它默认是这个删除的动作 你可能还会去指定一些其他的动作 那这个action怎么去定义 包括我们还可能去设置一些这个admin的这个viget 就是做一些这个小挂件的功能 做一些扩展的功能 如何去做 好 这些的话呢 是在将过的进阶里面 会给大家去做一些介绍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另外一点的话呢 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是我写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看上去将过admin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后台 但是呢 这个后台就我自己去使用来说 使用的感受来说 就是这个admin它更加适合开发人员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开发的经验的人员去用 如果是纯粹的一个电脑的小白 就是它没有什么开发的经验 你要去用 让它去用这个系统 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因为它里面的很多东西还不够人性化 体验的话 没有自己去做的那个后台那么好 所以最终用户使用这个admin的后台 要根据情况 看一下你的用户 是不是适合使用这个后台 OK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所讲的一个内容 好 谢谢大家